好啦 我們來 現在開始上課啦 欸 怎麼有人陸陸續續來 不是已經上課了嗎 多久 有 已經打中了嗎 啊 打了嗎 好啦 下次提早一點點來啦 你還要開電腦什麼的 好不好 好啦 我們繼續 我們繼續 那個 我們今天要上第二課啦 這個 第二課 就是 欸 一樣上我網頁 然後我們的那個 講義在下面衛生大數據這裡 第二課 好 我們第二課就是 大家至少要先打開 打開電腦喔 然後把那個就是 打開電腦把那個就是講 就是 螢幕打開 你才有辦法看到我共享的畫面嘛 對不對 那我們那個 上一節課我們教的是 就是基本的這個 呃 資料的這個 基本的這個I原的使用啊 是把它當作這個電子計算機啊 然後我們今天 上課齁 我們主要 focus 在齁 好 我們的第二種這個R的物件 上禮拜教的第一種是向量嘛 變速成向量 這個禮拜要教的是第二種 就是這個 陣列 陣列這一層的這個介紹這樣子 好 那首先啦 就是 欸 如果你忘記了就是 在R裡面總共有拿幾種物件的話 你可以翻開Lesson1的第七列去找到 總共有哪三種大類呢 第一大類是 變速成 然後就是包括各種邏輯向量 數值向量 整數向量等等 這是我們上一節課在操作的 第二種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叫陣列 陣列層主要是矩陣跟資料表 還有那個Array 在裡面這樣子 第三層是List 那個我們大概第五課的時候才會教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陣列層的東西 有什麼特殊性好了 這個第一個 就是陣列層裡面齁 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矩陣 第二個是資料表 矩陣有一個 矩陣就是在我們數學上常用到的那個矩陣 那那個矩陣齁 有一個要求 就是整個矩陣裡面所有的元素齁 它都是單一種類 所以說矩陣我可以把它定義成 假如說這是一個 數值矩陣 或是一個文字矩陣 或是一個整數矩陣 或是邏輯矩陣齁 注意這件事情齁 那 注意一件事 矩陣沒有因子矩陣 因爲因子矩陣在 因子向量被轉回矩陣的時候會變成文字 好 這邊很奇怪 為什麼不是轉整數齁 之前不是說它的整數嗎 就是有些東西齁 它我覺得也不是說非常有邏輯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 矩陣跟資料表裡面最大不同 資料表比較像是我們從Excel裡面讀上來的那種 就是一般去描述 呃 有變相 有Sample的那種東西 那這種東西 它可以允許每一個Column 它的這個 呃 屬性是不一樣的 就來說我第一個變相 我第一個Column是一個類別變相 第二個Column是一個連續變相 那類別變相它所對應到的這個屬性就是因子 Factor 那連續變相它所對應到的很有可能就是Numeric 數字這樣子 好 所以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在R裡面要怎麼產生這個矩陣啊 首先 X等於1到20 這個什麼意思 X1 X1是一個數值向量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數值向量 那我們把數值向量 把它填到這個Matrix裡面 Matrix是一個新的函數喔 注意喔 我們之前已經教了幾個函數了 好像六七個吧 我數不太清楚了 Matrix就是第八個好不好 不會超過太多 Matrix這個函數 算是會常用到的函數喔 所以這個要記住這個東西 但是其實 老實講它用的還是比較少 它變化性比較少 那Matrix這個函數啊 它總共有三個參數需要下 第一個參數是我裡面要填什麼 那我填入X1 X1是什麼 X1是1到20對不對 所以總共20個數字 對嗎 好 那第二個參數是 Nraw等於多少 Nraw就是NumberOfRaw 所以它的NumberOfRaw是4 那 因為它總共20個數嘛 對不對 所以想當然了 它的NumberOfColon就是5 所以我們把這個東西 丟進Matrix這個函數之後 讓它產生一個物件叫M1 這樣可以吧 這幾行看得懂 接著我把它讓執行 你會看到M1 1 2 3 4 5 6 7 一直到20 那我們看一下X1好了 好 這樣知道Max3這個函數是怎麼用的了嗎 可以吧 好 如果你用 你把它轉成因子 crossing 據來阿說 你現在手上有個X2 x2把它 Australian Expactor之後 它就是一個因子 這是一個因子向量 接著你ược 轉他自個M2 然後轉成一個Matrix 你注意到 它是轉成文字哦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子我們上次轉換的時候 它似乎比較容易被轉成Integral 轉成整數 那現在 你發現 它轉矩陣的時候好像轉成文字了 這是一個特例 好 但這件事情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好不好 那矩陣 我們現在會產生矩陣之後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來使用矩陣這件事情 不用開始都想很難啊 就是想要你們高中數學上到的矩陣這樣子 好 首先喔 矩陣 這邊有一些就是函數齁 基本上可以記也可以不記 像T這個函數有時候會用到 Solve這個函數不太容易用到 除非你做一些數學運算這樣子 T這個函數是做什麼呢 做轉至矩陣 什麼叫轉至矩陣呢 我們現在來產生一個大X 大X這個矩陣 是1234 這樣可以吧 注意它的排列 好 首先我們要先教第一個函數叫T對不對 T這個函數是把矩陣做轉至 什麼叫轉至呢 轉至就是以矩陣的這個45度角 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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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為中心 然後我們把它做這個 鏡像的翻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TX 我們會看到的是什麼勒 1324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知道T這個函數拿來幹什麼了吧 它把這個Raw跟Column 把它整個直接反過來 這樣可以吧 接下來下一個還有一個函數叫Solve Solve這個函數比較特別一點 Solve這個函數是求 X矩陣的反矩陣 這個是數學運算的時候才會用到的 反矩陣的定義是什麼勒 反矩陣的定義就是 一個矩陣乘上自己的反矩陣 就會等於單位矩陣 什麼叫單位矩陣呢 單位矩陣就是中間是1 其他地方都是0 就是單位矩陣 這是數學運算的時候才會用到的 所以Solve這個函數 原則上除非你要把它拿來做 一些統計的運算 不然你應該很少會用到Solve這個函數 這樣可以齁 剛剛我們已經說了 這個 我們想做一下 反矩陣的定義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 矩陣本身乘上自己的反矩陣 就等於單位矩陣對吧 所以我們現在要知道矩陣乘法要怎麼做 矩陣乘法 它的符號 跟一般的乘法不一樣 矩陣的乘法符號是 %乘% 這樣可以嗎 %乘%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一下矩陣的乘法 我們先產生一個矩陣叫Y矩陣 好 現在X矩陣長這樣 Y矩陣長這樣 那它要怎麼乘呢 我們現在就讓X矩陣%乘% Y矩陣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 你看到這些數字 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出來的 X擺在前面 這是矩陣的基本運算 如果你忘記了這個也不是很重要 矩陣的運算同樣的 只有你在死 你要自己做出 統計方法 它背後的 就是計算的時候 你才會用到矩陣的運算 來 我們來看一下 1乘以2 加上2乘以4 總共 欸 1乘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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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2嗎 2乘以4 這樣不是11嗎 奇怪 1 3 我看一下喔 喔 看錯了 1乘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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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3乘以3 總共11 這樣可以嗎 然後第二格呢 16為什麼 2乘以2 加上4乘以3 總共16 這樣可以吧 依此類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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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1 2 1 2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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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4 2 2 2 3 2 2 4 2 資料讀進來 讀進來以後 Number of row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它的sample size 可以嗎 Number of column是什麼 它的變數 它有幾個變數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函數 也是會常用到的喔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繼續 好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矩陣 我們上次教向量的時候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的應用就是 索引函數 對吧 所以我們矩陣也要來學一下 矩陣的索引函數 要怎麼樣來這個 要怎麼樣來教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產生一個M1 產生一個M1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數字 我們來看看它會 產生什麼數字 來 34 逗點4 為什麼用逗點 我們上次不是在向量裡面 不能用逗點嗎 還記得我們上次在向量裡面 如果我們一次要叫出兩個元素 我們要什麼用 我們是不是要用 C這個函數 把兩個數字合在一起 才能夠放到所有的函數裡面 這樣可以嗎 你可能有點忘了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X1長這樣子 X1 如果我要叫出 第七個數跟第九個數 我不能這樣叫嘛 對不對 我要怎麼叫 我是不是要這樣叫 可以嗎 這有點印象嘛 那我現在 為什麼它不能用 就是因為 斗點被矩陣用掉了 不加C的斗點被矩陣用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矩陣有兩個維度嘛 對不對 矩陣兩個維度 所以我要知道它是 第幾個Raw 第幾個Colent 以M1來講 第三個Raw 第四個Colent在哪裡 1 2 3 第三個Raw 第四個Colent 1 2 3 4 所以是15這個數字 這樣知道嗎 所以矩陣的所影韓說會用嗎 來我們來按RUN一下 可以嗎 15 這樣可以嗎 所以 第二個Raw 第五個Colent 這是什麼數字 想當然了 18 這樣可以嗎 可以接受 好 接著 第四個Raw 第一個Colent 4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說 矩陣的 縮影韓數 是用豆點 來做的 這樣可以 好 注意一下 之後 我們上課是不會教啦 之後你有可能會遇到三維的 它三維就不能叫矩陣啦 三維的陣列 我們就通常叫它張亮 這是一個數學上比較特別的 就是稱呼 英文叫Tensor 到時候 如果你有三個維度 那你這邊就要多一個豆點 那你才知道 第幾個Raw 第幾個Colent 然後最後一個好像沒有名字 這樣知道嗎 就是你要 你就要指定它第幾圍的什麼 第幾圍的什麼 第幾圍的什麼 這樣可以 好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大家可以猜猜看 如果沒有打 主要說我只打3 豆點 你覺得出來會是什麼數字 我沒有指定 Tolent 我指定的Raw 這樣出來會是什麼數字 大家看一下 出來3 3 7 11 15 19 這是什麼 這是不是這一個Raw 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你就會注意到這裡它有提示你啦 你打3豆點的話 它就會產生 它就會把第三個Raw秀出來 所以這一個 豆點1 你可以想像第一個Colent 第一個Colent 是不是這裡 所以第一個Colent是什麼 如果這樣打下去的話 1234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比較特別的是 我可不可以用C 比如說我想要D 第二個Colent 跟第五Colent 我可以這樣打 第二個Colent 然後用C 把它結合起來 注意你在 豆點裡面 你要放上多個東西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C這個函數 把它結合起來 這樣知道吧 我現在按下Enter以後 它就會把 第二個Colent 跟第五Colent 第二個Colent 把它秀出來給我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說 矩陣的索引函數就是這樣用 所有 我們之前 所有交到索引函數的應用 包括取代 跟直接運算 就是直接抽出裡面的元素來運算 或者是 運算完之後 把它取代到那個 那個格子去 通通都可以在 矩陣的索引函數上應用 這樣可以吧 好 注意的一點是 這個陣列層的物件 它可以給定 藍位名稱 分別是用RawNames 跟Colent 這兩個 這兩個函數 一樣也是重要的 反正我們總共叫20個函數 在第四節課以前 所以 有些 就是你要學 學不了多少 這大概第九個函數 這大概第十個函數 好不好 來 這個第九個函數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差別在哪裡 現在的M1 長成這個樣子 當我們給它 RawNames M1 等於ABCD之後 你再看一次M1 你會發現 它的左邊 改成了ABCD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看看 ColorNames 我們給下去之後 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好我再給出ColorNames 你會發現 連Color 連它的這個上面 都被改成大寫的ABCD2 好 你把它改成這樣子之後 有什麼好處勒 是你可以用ColorNames跟RawNames 來當作鎖影函數 就來說 我們可以M1 豆點 注意這裡要引號喔 C 看到了嗎 你就是把 C這個Column給秀出來了 知道這件事有多重要嗎 這件事的重要程度 重要的地方在於 之後 你讀取一個資料表之後 它一定會有ColorNames 對不對 我們要掃出某一個Column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打出它的名稱 不見得要去數一下 它到底在第幾個Column 這樣知道嗎 好不好 來 所以 這個 文字版的 索引一樣可以用 這樣可以吧 一樣可以用 順序也可以調換喔 這個都不是重點 這樣可以吧 好 同樣的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用ColorNames 我們也可以拿來做取代的工作喔 索引函數可以拿來做取代嘛 我們指定M1的第三個ColorName 要改成ZZ 這樣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 欸 它被改成ZZ了 這樣可以吧 這個有問題要忙問喔 不過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應該是不太可能有問題啦 好不好 好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接著我們要介紹 DataFrame這個物件 DataFrame這個物件啊 跟矩陣不同的地方就是 呃 它可以允許每個Column 有不同的屬性 覺得說第一個Column是Numeric 第二個Column是 第二個Column是 那個文字 第三個Column是Integr 之類的 我們來看一下 D1 D1現在 注意一下M1喔 M1長這個樣子 D1長這樣 有沒有注意到有什麼差別 首先第一個差別在於 欸是不是 DataFrame 我本來沒有指定它的Column啊 對吧 可是問題是 我只要把它轉成DataFrame以後 似乎Column也被指定了 這樣知道嗎 那 為什麼勒 因為我們的資料表 就是每一個Column 就是要有Column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它現在不知道 所以它就給X1到X5 這樣可以吧 好那 我可不可以用Column 把強迫 還是把這個 D1把它改掉 其實是可以的 好我這裡是先改 先改M1 再把M1 改成D2 這樣子的話 D2就有 我所指定的Column 注意一下現在M1 長的這個樣子 那我現在把它轉成DataFrame的時候 它的Column就不會跑掉 RawNans也不會跑掉 這樣可以嗎 我的Column 跟RawNans 也可以直接拿來指定到 剛剛的D1去 注意一下 剛剛的D1 它的Column 是不是X1到X5 我現在強迫它 把D1的Column 改成ABCDE 我再看一次 你就會發現 D1已經被改成ABCDE了 這樣可以吧 好這邊是 這邊我還在做非常基礎的教學 也就是說 我現在帶你們了解說 Matrix跟DataFrame這個物件 還有 Nraw Ncolumn RawNans Column 這幾個函數的運用 這樣知道嗎 今天總共交了五個函數 Matrix DataFrame也可以啦 不過DataFrame這個 不太常用 所以我們這個先不討論 總共交了幾個函數 五個 重要五個 Matrix Nraw Ncolumn RawNans Column 總共五個 這樣可以喔 好繼續 還有 這邊等一下還會教幾個比較重要的喔 好首先齁 DataFrame 有一個特性就是 它可以合併 多個長度相同的向量 舉例來說 A 它的class是 Logical 是一個邏輯向量 B 是一個Numeric C 是一個Factor 好如果我們把ABC合在一起 那它顯然不可能成為一個矩陣嘛 對吧 那 因為這三種屬性不一樣嘛 那 屬性不一樣的時候 你把它強迫合併 它就會 轉成一個大家共用的格式 舉例來說文字 這樣可以嗎 可是DataFrame不一樣喔 我們現在來做DataFrame DataFrame A B C 我們把它合在一起 然後變成Data 你現在打Data之後 你會發現A 似乎就是True Force True Force B 似乎就是Numeric C 似乎就是 因子 看起來看不太出來 但是 顯然不是文字 因為文字有雙引號 對不對 我們現在問 class class 上個禮拜有教到的函數喔 classData DataFrame這樣可以嗎 classData裡面的第一個colon 你們覺得它會回答什麼呢 應該猜得出來嘛 它會回答Logical 這樣可以嗎 第二個colon呢 它會回答什麼 Numeric 可以嗎 第三個colon 它會回答什麼 Vector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DataFrame有什麼好處 它可以保留 每一個colon 允許每一個colon 有不同的屬性 也就是保留屬性啊 它比matrix好就在這裡 接下來 剛剛已經教五個函數了 對不對 這個我們再來教一些 我們還沒有 還沒有教到那個 後面那個函數 我們先來教這個 重點是 DataFrame 除了能夠用 平常的所影符號以外 它還可以用一種特殊的符號 來做所影 叫做前號 前號這個 前號然後接變相的名稱 它一樣可以把 我想要的Data給叫出來 就要Data的B 就Data前號B 我就可以把 B這個colon給叫出來 我DataFrame裡面 可不可以用 傳統的所影符號 可以 豆點B 一樣可以叫出 一模一樣的東西 豆點2 同樣叫出第二colon 這樣可以嗎 所有的東西一模一樣 好 透過新的所影函數 前號 我們可以為資料表 新增變數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現在已經有Data了 對不對 來我現在 DataD 等於158912 你現在再看一次 Data 是不是產生了D 這個colon 這樣可以吧 不過 並不是只有用前號 才能增加 一個 一個colon 如果我用的是 Data 我這邊故意打個Data 1 它等於 C 9 7 5 3 1 這樣按一下之後 你再看Data 它一樣會產生1 這個colon 所以 所影函數 可以拿來 直接增加的colon 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可以嗎 可以接受 好 我們繼續 接著要交兩個 新的函數 等於是今天的第六個函數 跟第七個函數 這兩個函數 是什麼呢 我現在手上有兩個矩陣 分別是X矩陣 跟Y矩陣 X矩陣長成這樣子 Y矩陣長成這樣子 我想要把它上下合併 就類似你Excel 你把 現在你手上有兩個Excel的資料表 你想要把它上下貼在一起 怎麼做呢 Rbind X Y 看到了嗎 上下合併了 這樣可以嗎 上下直接一對一的合併了 要用Rbind的條件是什麼 它的Number of column要一致 這樣這兩個矩陣就可以合併 好 有Rbind的可不可以左右貼 可以 就是Cbind Rbind的R的意思就是raw 這樣比較好記 可以嗎 Cbind的C的意思就是colon 好 Cbind的就是左右拼貼 所以1234 2345 這樣可以吧 可以接受 Rbind的跟Cbind的 好 我們這邊做一個小小的加分 好不好 這個 X跟Y 這兩個向量 我現在想要合併 請問一下 我要用什麼函數把它合併 有沒有人要 有沒有人要這個回答一下 啊 上節課有講過喔 好不好 給自己一個加分的機會 可以嗎 有沒有人要回答一下 這麼沒有參與感喔 這麼害羞 映竹你會嗎 合併向量 忘記了 好 我跟你們講 你看我 我上節課加這一節課 你們覺得我總共交了幾個函數 沒有幾個嘛 對不對 你們稍微想一下 你們就會想到有個函數要C吧 C這個函數不是可以把兩個函數合在一起嗎 兩個物件合在一起嗎 好這樣就把它合併起來了 可以齁 好不好 下次那個問題的時候給自己一些機會 我問的問題通常都不是太難 好不好 就是 而且我們很鼓勵 就算你回答錯了也沒有關係 對不對 回答錯了 我也不會扣分也不會酸你啊 對不對 回答對了 我們這邊 你看我教育資訊系統這裡已經馬上開好了 我們馬上加分好不好 好我們繼續 好那 基本上 聖列城的介紹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現在 這個 前面那些東西齁 就是 你可以自己就是 自己就是 慢慢摸索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要把 我們要做 讀取資料表這件事了 這邊我媽媽要接觸到 我們就是 等於說在R裡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函數之一 就是 read.csv 我們可以把csv的檔案讀進來 什麼是csv檔案呢 來我們來先下載一下好了 以後你在上課的時候 我的 上課檔案的範例 你都可以在我的 講義上面找到連結 譬如說你按這裡 你找到一個 檔案嘛 你把它按下載 下載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點開來 它是excel 就是從你的角度 你會覺得它是一個 Excel檔 事實上 它並不是一個Excel檔 它的副檔名是 點csv 點csv的檔案 檔案名稱 比起這個 呃就是 Excel 我們要怎麼做轉換捏 我們需要用那個 檔案 在另存型檔這裡 我們要把它存成 這裡 這裡你可以把它選成csv檔 你有一個Excel資料表 你可以選擇把它轉存成csv檔 這樣子r就可以把它讀進來 這樣可以嗎 好csv檔 知道是什麼東西以後 請你把csv檔 請你把csv檔放到r的資料夾底下 我們現在都用Asture project 對不對 Asture project 你可以把東西放到 你的project下面 怎麼樣開一個新的project 你可以在這裡 按new project 一步一步的 去產生你的new project 並且去指定你的路徑 你可以指定 我要把這個project 放在哪個路徑 開完之後 你就可以產生一個project 產生一個project之後 我們把檔案放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進行讀檔囉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進行讀檔 好 首先這個檔案名稱叫做 data2.csv 讀檔的時候就是read.csv 打上的檔名 然後再do.header等true header等true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說 我的第一個raw 是我的變數名稱 剛剛你看那個data frame 那個資料表的時候 你應該看得出來 第一個raw是我的變數名稱嘛 對吧 好 可是啊 像我是把它放在 這是我的project 我把它放在lesson2裡面的這個 所以我需要這邊改路徑喔 等一下 你們應該會有非常多人 沒有辦法讀檔讀進來 我等一下 等一下我會先把螢幕還給你們 讓你們先把檔案讀進來再說 好 讀進來之後 你如果按run 你會發現一件事 欸他怎麼讀不進來 好我跟各位講一下 你們如果在windows上面 直接做個這個操作 你們可以把檔案讀進來 這是因為我的檔案裡面有中文 然後windows 你們現在手上windows的電腦 有一個東西叫encoding 就是編碼 文字的編碼方式 是一個叫big5的這個文字編碼方式 就你們有時候打開檔案會看到亂碼 其實就是encoding出錯了 我現在用的這個電腦 是linux版本的 所以他default的這個 encoding是utf8 那因為我這個檔案是這個 這個big5 所以我現在要指定說 我這個fileencoding 等於CP950 CP950就是big5 我現在在按run 我們再看一下data 你看他就讀進來了 中文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 什麼人需要多這個 下這個參數呢 你不是用windows電腦 就需要多下這個參數 舉例來說你用的是mac 那你一定要下這個參數 不然檔案讀不進來 這樣知道嗎 好所以說這個就是讀檔 好那我們現在先把這個 就是先 這樣我們繼續 喔我們先把這一頁講完好了 這樣我們把 我們首先先問一下class data 這是一個data frame 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還有一個 就是很重要的地方是 這個read.csv 是我們第一個接觸到 比較複雜的函數 也就是他看起來參數很多 我們要怎麼查 這個函數的參數呢 你可以打help read.csv 按下enter之後 在你r的右手邊 rstudio的右手邊 這裡就會有 他有哪些參數 他的參數說明 你現在覺得很多 沒有關係 不用把它看完 好不好 就是 基本上 通常以我來講 我也是用到的時候 我才會查看他有沒有參數 這樣懂嗎 那 所以說 你還有一種 呼叫這個幫忙的方式 就是 問號read.csv 你可以得到一模一樣的效果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在這邊先暫停一下 我們請所有人 都先打開講義 把檔案讀下來 並且 開出一個 rstudio的project 然後把檔案放到那個地方去之後 在r裡面把檔案讀進來 好不好 我們先做一下這件事情 我再強調一下喔 就是如果你 就是 我問說 沒有讀到的時候 舉手 就拜託一定要舉手 因為我 我會這樣問 就是我很確定一件事情 等一下有沒有課程 這個你沒有完成 你等一下不可能繼續下去的 好不好 我會花時間等你們的 好嗎 不要害羞 就算有人正在教你一樣舉手 這樣我才會幫他掌握狀況 好我繼續 反正檔案讀進來以後 現在所有人都已經把data讀進來了 然後 有些人可能還不太懂 為什麼自己讀進來了 沒有關係 回家 稍微練習一下 多讀幾個檔案試試看 等一下我們會有很多檔案要你讀 你就會抓到到底要怎麼讀檔了 好不好 好那 讀完檔案之後 我們再教幾個簡單的函數 第一個函數head head這個函數 可以讓我們看看這個資料表 我們現在資料表還不算大嘛 所以我們打data 直接把它全部print出來的時候 它裡面還算 它東西有點多嘛 對不對 看不太清楚 head這個函數 可以幫助我們 看到前幾個raw 它的樣子 這有助於我們快速的了解 我們剛剛讀進來的檔案 到底是什麼 這樣可以嗎 好下一步 summary這個函數 summary這個函數 可以幫助我們看看 這個data裡面每一個column 它的屬性啊 type啊 是長什麼樣子 tan 這個device id sd0 它的最小值到最大值是多少 然後這個看起來就是一個 這個看起來就是時間嘛 這看起來就是一個編號 它可能是文字 對不對 這看起來是一個數值 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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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度 緯度 然後這個 國小 好 所以說 這兩個函數就大概知道了嘛 對不對 好 繼續 好 那繼續 我們就要開始 我們就要來做一個練習題了 因為你們檔案有讀進來囉 檔案讀進來之後 你們就要開始想一下這個練習題怎麼做 這練習題在做什麼事咧 來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 首先齁 來 這個就是要教你們寫回圈喔 現在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head data 的時候你發現了什麼 是不是這兩筆數據 完全重複了 是吧 完全重複了 重複在哪裡 school是重複的 事實上只要school重複了 就這樣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任務是 我們想要把重複的找出來 把重複的找出來喔 好不好 這個檔案絕對不只有一筆重複啦 重複的有很多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做重複的篩選呢 來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東西 school裡面第五個 我這一個是不是一個索引函數 找出school這個變數裡面 第五個 是什麼學校 對吧 我先按上run 他就會回答我 辛龍國小 可以嗎 可以吧 辛龍國小在這裡 這樣可以吧 好 接著我打school 1到4 是 他回答我是什麼 第一個到第四個 有什麼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接受齁 那我現在 想要檢查 這個東西 有沒有出現在這裡 這是不是就是檢查有沒有重複 這樣可以嗎 我現在想要看看辛龍國小 有沒有出現在前面這四個裡面 當然現在我知道答案是沒有啦 好不好 怎麼檢查咧 我們可以用個函數 叫% in % 我們現在按到run 他回答為什麼 False False代表什麼 辛龍國小 沒有出現在前面四個學校裡面 這樣可以嗎 好 來我們繼續來看 接著我們想要檢查 我們第五個檢查完之後 我們可能想要檢查第六個 第六個 第六個怎麼檢查 我們是不是這邊改6 這邊改1到5 這樣可以嗎 玩一下run 他回到true 為什麼 因為第六個也是辛龍國小啊 第五個也是辛龍國小嘛 所以第六個是重複了 這樣知道嗎 我們再來看 那第七個呢 第七個是False 為什麼 因為第七個又不重複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顯然這一行就是關鍵 對吧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 找出重複的有哪些 可是現在 呃當然 我不可能手動一個一個檢查 所以請你用回圈 把 檢查一下Skoo的這個欄位 有哪些地方有重複 並且 檢查完了以後 產生一個新的欄位 產生在這個Data Frame裡面 產生一個新的欄位喔 去描述 它是不是一筆重複的Data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回圈的題目啦 那我們現在大家來練習一下 好我們開始 這一題大概就是練習大概 呃可能 十分鐘好了 十分鐘應該就夠了 好開始吧 好 我看了一下大家都蠻困難的 重點是這句話嘛 對不對 來大家最大的困難是忘記回圈怎麼寫了 來我們來看人家回圈怎麼寫喔 這個 i等於 我們來觀察一下 我們第一個是不是 第一個是不是就不用檢查了 所以我們第一行要做的是什麼 這邊是2 這邊是不是1 這樣可以嗎 我跟大家講一下我要寫回圈的時候我怎麼寫啦 我就比較笨一點 我們就一行一行這樣寫2 這邊改3嘛 這邊改2 這樣可以嗎 這邊改4 這邊改3 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可以的話 這個我要怎麼樣把這個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東西把它改成就是 可以跟著迴圈跑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 i等於 就要i等於1好了 這樣可以嗎 i等於1的話這裡什麼東西要改i 這裡不對吧 啊這裡2要改成 i加1 是嗎可以嗎 可以接受吧 那這樣下一行呢 下一行是不是變這樣 變成i等於2 可以吧 i等於3 這樣子是不是 我就打造出一個 一行程式碼 跟著i跑 這樣可以嗎 從1跑到 跑到不知道多少啦 但是至少 至少是跟著跑了 這樣可以嗎 好 跟著跑了以後我們再來 觀察一下 這個i要跑多久 i要跑到最後一個對不對 可是最後一個 i加1 最後一個是什麼 最後一個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data 最後一個它總共是不是28比 所以i最後要到27對不對 所以我回圈應該怎麼寫 來我們來看一下 4 我們先打index indexes等於1到27對不對 好可是27 這個數字 我們如果直接打下來太不優美了 我們可以這樣打 number of raw data 減掉1 減掉1 為什麼呢 因為它絕對是 比這個個案數少1 這樣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好接著我就可以用for回圈了 for i in indexes 好我就可以做這件事了 好我現在用print把它這個 把它印出來 然後你看一下我現在的結果 好 現在是不是產生了 欸這個有重複 這個有重複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現在 現在只有一個問題 我現在是print嘛對不對 所以我要把結果存下來 對吧 好所以說回圈我已經幫你們寫完喔 你們現在要想的是 我要怎麼把結果存下來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繼續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樣解這一題喔 這一題 我們重點是要 找個東西把它存下來嘛 對不對 那i等於1的時候 這個東西要怎麼樣把它存下來咧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data 我們是不是可以產生一個新變相 新變相要怎麼產生 data 所以我就可以把右邊的東西傳到左邊 可是我這樣傳的時候 我沒有指定它要傳到第幾個元素阿 它這樣傳會傳歪 所以我要傳到 傳到第i加1個 為什麼是第i加1 因為這第幾個有沒有重複阿 他問這個 跟後面有沒有重複 他就要傳到這裡 這樣知道嗎 好我現在這樣打完之後我按上run 你看一下結果 好你看到了嗎 第一個是na 為什麼 因為i等1的 i 第一個我完全沒有檢查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咧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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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不是重複的 這個心動過小嗎 剛剛我們一直有注意到 這裡是不是還有一個重複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其實 其實你們 如果你們仔細想的話 你們會發現其實 並沒有離很遠 也就是說 你看我剛剛回圈我只加了幾個字 基本上答案就已經出來了對不對 好那 為什麼你們會想不到呢 想不到的原因是因為 你們對索引函數阿 對這個 對這個R 你的認知 熟悉度還不是很夠 不過沒有關係 就是 基本上 鐵定是要練習的啦 好不好 這個 有時候你就算想到了怎麼做 你一樣也不見得 記得起 語法其實之前就用過 或是你可能 沒有想到 其實就是用索引函數來做 好那我現在第一個 na 我想要把它填成 force 它絕對不會 出錯嘛對不對 我要怎麼做 你們想 想得到嗎 我這裡要填 填force 要怎麼做 我覺得有人可能想到 但不敢講阿 基本上就是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就指定第一個 就是force阿 好這樣我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我的data 就是一個完整的 我產生一個新變數 去決定 我有沒有 我到底是有重複 還沒有重複了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繼續 好就是當你阿 學會了剛剛的事情之後 你會發現一件非常智障的事情 就是其實有個函數齁 他可以直接 來把剛剛所有事情都做完 叫做duplicate 不過不要笑喔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函數 為什麼 這個函數 我當然可以 遇到什麼事情 就教你們說 這個情況用什麼函數 這個情況用什麼函數 可是同樣的 我第一節課的時候 就一直強調 我們在學程式語言 不是去背說 我在什麼狀況下 用什麼函數 在什麼狀況下 用什麼函數 事實上這樣的學法 你永遠都不可能學會 因為你遇到的狀況 千奇百怪嘛 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期待 每次你遇到的狀況 都有人寫好相對的函數 讓你直接用呢 不可能 所以說你要學習的是 我怎麼樣用有限的資源 一樣可以把函數做出來 所以事實上 我們剛剛做的事情 是有函數做的 但是我們還是不用它 但是如果你要用它的話 你可以用duplicate這個函數 你就可以做出 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現在把它清空 你可以看到 我回圈的這個部分 我都不做了 我只做 data duplicate1 等於duplicate data 我這樣做完之後 你會看到 data 這一行是不是做出 跟我剛剛一模一樣的結果 可以嗎 一模一樣的結果 所以 這個 這個duplicate的函數 跟下面這邊全部 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可以啊 差別是什麼 duplicate這個函數 我們沒有教過 所以我們不會用 我們根本不知道有個函數可以用 對不對 下面這一大串呢 所有裡面的元素 我們都教過了 而且全部都在那些 基本語法裡面 這樣知道嗎 好不好 所以你們現在 要做的事情就是 學著用基本語法 把所有事情都做出來 在前四節課 我們的訓練就是這個樣子 現在已經第二節課了 第三節課 第四節課 我只能說難度會更高啊 所以我建議大家 就是這一次 至少下一次上課前 你必須要把第一課 跟第二課 所有的練習題 全部都做會 不然的話 第三課 第四課一定會更痛苦啦 那 我可以跟大家講 就是 我以往上課的經驗啊 就是 第三節課 第四節課 這個確實對很多人有勸退的效果啊 就是 會覺得學不太下去 但是你們要知道一件事啊 就是 那個 欸 你們只要願意花時間 一定學會啦 這個沒有你想中那麼難啊 好不好 而且我知道你們 收視班課很多 就是平常作業就很多了 但還是希望你們花一些時間 啊 學不會也沒有關係 第五節課 我們就不會再做這個訓練了 第五節課 我們就會做這個 函數的介紹了 我們會開始學統計 怎麼樣用R來做統計 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比看誰函數倍的多了 那跟那個沒有關係 這樣知道嗎 好 我們繼續來看 第三節 那 我現在 知道有 重複了以後 我們來 我們可以直接檢查 單一 單一變數是不是有重複 我們就是 這邊用所影函數嘛 我們剛剛是 直接檢查 整個data有沒有重複 我們現在是檢查 單一 變數有沒有重複 好 這兩個檢查方法其實 並不是那麼重要啦 因為 以這筆data來講 他 學校重複了 就整筆之後重複了 這是這個data的特性 好不好 所以說這個 這個並不是那麼重要 好 雖然不是那麼重要 可是來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已經創造了 函數到dupe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上面這邊刪掉 我們現在 就用這個dupe這裡 我現在用前號把這邊加起來 我把下面刪掉喔 下面是 我們剛剛 第一題練習題的答案 對不對 我們先把它delete掉 我們把它清空 我們delete掉之後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 data dupe 這一個變數是不是描述 true或false false就代表沒有重複 true就代表重複 對不對 好 那 上節課 我們在學 這個 向量 的時候 向量的索引函數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學到 true跟false也可以拿來當索引 好 你可能忘了在哪裡 我把它找出來給你看 在我們上節課 第一課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不是使用了true跟false 來做索引 把東西取代掉 這樣知道嗎 所以true跟false是可以拿來做索引的喔 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所以既然 我現在 這個dupe 這個 變數 是一個true跟false的函數 我是不是就可以利用索引函數 來叫出 data dupe 我們可以等於等於true好了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叫出 重複的 這兩筆一重複了對不對 可以接受喔 那我如果給它進探號呢 是不是代表 我不要true false false是什麼 不重複的 也就是我把data做了一個整理之後 我要留下不重複的 這樣可以吧 重複的data可能是因為各種原因 當初那個 邊寫檔案的人 可能有什麼問題 所以他就重複了 那 現在我就是做一個data clean 我要把有重複的丟掉 這樣就是用這個方法 好 那有重複的丟掉了以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檔案寫出了 檔案寫出剛剛是 read.csv 現在我就可以用write.csv 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用write.csv 我們先把這個東西 把它存成叫 data.clean 然後接著我就可以 用write.csv 把這個data.clean 把它寫出去 寫成data2-1clean.csv 注意一下 現在在你的project這裡 理論上 我這個project當然是很大 什麼都有好不好 理論上 現在你是沒有看到一個東西 叫做data2-1 然後clean.csv 這個檔案的喔 注意喔 現在是沒有的 這樣可以吧 注意我喔 我現在全部執行次 注意看到了嗎 data2-1clean.csv 就出現了 那要怎麼樣把這個檔案 像我是用 我是用線上版rstudio 我可以把它export出來 如果你是用線下版的 這個請你就是 請你就是打開那個 剛剛那個資料夾 你剛剛把資料放進哪裡去讀檔 它現在就會出現在哪個資料夾 這個data.clean 就會出現在哪個資料夾 點開它 你就會發現 我這個encoding是錯的 你就會發現這個檔案 這個編碼的問題 如果你要解決的話 比如說你是Mac電腦 你要解決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打下 fileencoding等於cp950 我再run次這一行 我再run次之後 這個格式改變了 我再把它export出來 再點開 是不是這個國小名稱就正確了 好 這就是我們寫出的clean的檔案 這樣可以嗎 寫出了clean的檔案 好 現在練習題來了 練習題是 我們現在 寫出這個clean的檔案 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 不太喜歡這個rollname 他寫出的時候 他會把rollname寫出來 可是我們不太喜歡啊 因為我們本來檔案的格式長這個樣子啊 我覺得 我覺得我如果今天要用程式來做 找出有沒有重複這件事情 他給我的output應該是這樣子 把這一行給刪掉 然後再把這一行給刪掉 這才是我要的output啊 對不對 剛剛這個格式是我要的output嗎 不是對不對 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 多了一個rollname 我想要把rollname給刪掉 當然不是叫你會 寫出r之後再用手動把它刪掉 這樣子很智障 好不好 是在r裡面把它做到這件事 第二個是他是不是多了一個變數 dupe這個變數 dupe這個變數 實際上我並不想要嘛 對不對 所以請你把它移掉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 還有第三個 第三個是 如果你用記事本打開這個檔案的話 我們來用記事本打開 試試看 在下載的地方 我們用記事本把它打開 開啟檔案 用 用記事本 你會發現 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這裡有雙引號 這個檔案這裡有雙引號 我不想要這個雙引號 所以請你找到一個參數 把雙引號去掉 好不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 要怎麼做呢 基本上 就是help writer.csv 看一下他的說明 找出 雙引號在哪裡去掉 roadlane在哪裡去掉 還有最後一個 這個 我要怎麼把 這個 變相 給刪除 好 這個根據我之前 帶過的 課程 我決定在這邊給大家一個提示 也就是 呃 其實要把這個column移除 並不是在help裡面找得到的 你不用找help 就應該想得到我要怎麼把這個東西移除了 好不好 給大家五分鐘的時間來想一下這題怎麼做 我剛剛觀察了一下大家的狀況 我覺得要 可能要寫出 我覺得大家都遇到一些 呃一定程度的瓶頸啊 這個 呃沒有關係 就是第二節課齁 那個 第一節課跟第二節課他的那個 總共所要的工作量還不是很大齁 大家都知道說這個學姐程式大家要花些代價了 好不好 那個回去的時候好好那個 好好複習一下 第三節課以前 務必確保自己前面幾節課的那個練習題都是做得出來的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欸 這一題要怎麼解決好不好 這一題其實關鍵啊 呃首先第一點我們要先寫得出檔案 我看大部分人都寫得出檔案啊 寫出了檔案以後 我們才要面對剛剛各種問題嘛 也就是 欸這個 這一個RAWNAS我們不要嘛 我們怎麼把這個RAWNAS取消掉咧 我們來看一下 你如果點help writer.csv之後 你在這邊看了很久之後 你會發現 喔有個參數叫RAWNAS 如果這邊下參數 RAWNAS等於FORCE 好 基本上 他的RAWNAS就不見了 我們再看一次好不好 wrong 現在這裡是不是有這個東西 我把它匯出一次 欸不不不 這個是用記事本開 我要用 我要用這個Excel開 欸你看到RAWNAS是不是不見了 這樣可以嗎 剛剛是有RAWNAS嗎 現在是沒有RAWNAS囉 那 下一個是雙引號的問題嘛 雙引號的問題一樣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這裡 你如果稍微讀一下你就知道了啦 不過即使找不到也不是那個問題啦 因為我現在 quart等於FORCE 你們很多人的障礙可能是英文不好啦 其實英文不好不是重點啦 重點就是 其實這個過程只是告訴你們說 你們需要的功能其實可以在help裡面找到 因為以後你們不可能有人隨時可以問嘛 對不對 你們必須從說明文件裡面找到 他要怎麼解決 還有quart等於FORCE quart等於FORCE這邊我就不看了啦好不好 重點是我要把dupe這一個column把它弄掉 這個要怎麼處理 這個處理方法只有一個啦 就是用索引函數 索引函數 我們現在的data clean 裡面就有dupe嘛對不對 那他總共有幾個column number of column 是不是總共十個 那我是不是只要 裡面的第一到九個column 是不是dupe這個 變數就不見了 可以嗎 所以說 就這個來講 我們並不是用 函數裡面的參數 我們是用索引函數來解決這件事情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我現在再做一次喔 我按RUN 按完RUN之後我再匯出一次 好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注意喔雙引號都不見了嘛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比較一下 這一個檔案 好這是我們最終寫出來的檔案 我們來比較一下喔 跟我們的這個剛剛第一個檔案比一下 剛剛第一個檔案是不是我已經刪過了 我現在來把它復原一下喔 好這是我們剛剛第一個檔案對不對 我們再來看看我們最後一個寫出的檔案 是不是在這裡 可以嗎 有沒有發現就是它就是完全就是 它完全就是我們想要的樣子 它的格式是完全一致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 我們是不是透過這個方式 大家再看一下我們的程式碼 透過這簡單的四行指令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程式就是我們的檔案 做移除重複的工作 這樣可以吧 移除重複的動作就做這件事就好了 好 那這樣子以後如果我們有類似的檔案要整理的話 我們只要把檔名改掉 是不是它就可以 檔名 讀檔讀不同的檔 是不是問題就解決了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繼續 好 現在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其實剛剛那個檔案 是早上五點半的時候 那些測佔的PM2.5濃度 就是不同學校測到的PM2.5濃度 那現在很幸運的是 我還有另外一個檔案 你可以按這裡下載 這是DATA2-2 DATA2-2 是早上七點的時候 那幾個測佔的PM2.5的資料 所以我有五點半 我有七點 這樣可以吧 七點半的檔名 七點的檔名叫做DATA2-2 五點半的檔名叫DATA2-1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兩個檔案做合併呢 首先要做合併之前 我們一定要把重複的東西刪除 這個是沒有疑問的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先把 第二個DATA把它讀進來 注意一下齁 剛剛我們這裡 是不是已經放了這個 我們先不要寫出 我們先不寫出 我們剛剛這裡是不是DATA CLEAN了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現在要把第二個檔案讀進來 我們就把DATA2等於Read.csv 然後一樣 你可以File Encoding File Encoding 你本來是用死 你本來要打這串 你就要打這串 你把它讀進來 你會發現這就是我們的DATA2 這就是我們DATA2 同樣的 我們要把重複的給刪掉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有DATA2 CLEAN 對吧 DATA2 CLEAN 這個DATA2 CLEAN 就是已經把重複的給刪掉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接著 我們也 DATA1 CLEAN DATA1 CLEAN 這個我們再做一次跟剛剛一模一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 DATA1 CLEAN 這個部分 把它改成這個樣子 DATA DATA1把它讀進來之後 大家注意一下我的語法喔 DATA1讀進來之後 我剛剛是不是先產生一個新變數 再問它這個新變數是Falced在哪裡 我是不是可以把 這裡 跟這裡 直接把它取代掉 所以我可以取代到這裡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直接問它 DATA1 等於等於Falced 我把它留下來這樣就好了 我如果這樣做 DATA1 CLEAN的話 你會發現 我DATA1 就是那個 沒有DATA1 那個變數 並且它已經被移除重複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 5跟7中間少了6 為什麼因為第6個是重複的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那所以按照這種改法 我們也可以把DATA2 CLEAN 這樣子啦 好 那有了這兩個檔案之後 我們現在想要把DATA1 CLEAN 跟DATA1 CLEAN長的這個樣子 跟DATA2 CLEAN 把它合併起來 並且合併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想要直接用那個 直接 Excel這樣子 直接左右拼貼 這樣子沒有什麼用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每一個 小學的那個 每一個ROTA的小學 是不一樣的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 我們比較想看到的是 比如說 博家國小 它在 第一個時間點 早上5點30分的時候 它的PM2.5濃度是多少 接著 它在第二個時間點 早上7點的時候 它的PM2.5濃度是多少 對吧 我們想要以這個 School 當作鎖影 用它來做 左右的 match 這樣可以嗎 這個 如果你Excel用很熟的話 你就會知道 我現在在做的這件事是什麼 就是VLOOKUP這個函數 在Excel裡面的VLOOKUP這個函數 好不好 不過你沒有用Excel也無所謂啊 因為那不是重點 因為很快你就會發現 我們學 我們從第三課開始 所有我們做的事情 Excel就不能做了 好不好 所以 Excel不會不是重點喔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它合併起來 學會用到 merge這個函數 我們來看一下 merge這個函數 有什麼效果 merge這個函數 我們可以把 data1 clean 跟data2 clean by 這邊就是下參數 下怎麼參數呢 School School 就是我們的鎖影值 這樣知道吧 我們要以School這個值來做鎖影 O等於True代表我們 Data1有 或Data2有 我們就要這筆Data 我們把它合併成 一個叫做 merge.data的東西 並且我們來看一下 merge.data 這個檔案 你會發現 人愛國小 它似乎第一個時間點 是有資料的 第二個時間點也是有資料的 內湖國小 第一個時間點也有資料 第二個時間點也有資料 第二個時間點也有資料 南湖國小 第一個時間點有資料 第二個時間點就沒有資料了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 那 那重要的那個值是什麼 重要的那個值就是這個 sh0 sh0就是我們要的PM2.5 sd0 不好意思 sd0是我們要的PM2.5 那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這樣子看起來 這個Data有點亂嘛 對不對 其實大部分的資訊 都是我們不需要的 我們需要的資訊 只有什麼 我們需要的資訊 是不是只有 小學 跟PM2.5的濃度 剩下那些什麼 精度尾度啊 那些都不重要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在合併之前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Data 從Data1.clean 變成 Data1.simple Data1.simple 就是我只留下 我只留下 這兩個最重要的變數 也就是PM2.5的濃度 跟小學 這樣可以吧 用索引函數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樣可以嗎 可以接受 Data2.clean 一樣 也用索引函數把它變成Data2.simple 這樣是不是Data2.simple 這樣可以嗎 那我現在Merge的時候 我Merge Data1.clean 跟Data1.simple 我們來再Merge一次 這樣是不是看起來乾淨多了 可以嗎 這個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檔案 來 我們把MergeData把它展開 第一個時間點 人愛國小PM2.5 早上5點半37 早上7點39 內湖國小42變40 南湖國小43 下一點沒有測 這樣可以吧 Merge這個 函數的好處就在這裡 好我們繼續 好 SimpleMerge 我剛剛在做的就是SimpleMerge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吧 好 做一件事情喔 現在 我第一個檔案 跟第二個檔案 合併完之後 我現在又發現 我還有下一個檔案 是早上8點的檔案 這個早上8點的檔案 在這裡下載 是Data2-3 那我就把檔案再讀進來阿 Data等於Data2-3 好 這裡我需要用到 這裡這一行一模一樣 我用這個來改 Data等於Data2-3 然後File Encoding等於CP950 好 注意一下我現在MergeData 我現在MergeData 我現在MergeData長成這樣子 對不對 School 第一個時間點第二個時間點 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把第三個時間點 Merge進來之前 首先我要先 讀進一個東西叫Data 這個Data 這個Data就是Data2-3 好這是剛剛 那個第三個時間點 早上8點的Data 對不對 早上8點的Data 我們先把它Clean 先把它去除重複的 去除完重複之後 是不是有DataClean 好 去除完重複之後 我們再把它變成simple版本的 只要有 這個 pn2.5跟School 我們再看一次DataSample 是不是只有Pn2.5跟School 接著我是不是可以把本來這個MergeData 這個是我們剛剛Merge到一半的Data 剛剛Merge到一半的Data 我們不要叫MergeData 我們叫SimpleMergeData 再重新執行一次 我們現在是SimpleMergeData 有了SimpleMergeData之後 我是不是可以把SimpleMergeData 再跟DataSimple合併一次 DataSimple是我剛剛 所得到的Data 這樣可以嗎 再合併一次 注意一次喔 我全部執行一次 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的SimpleMergeData 變成有 第一個時間點 第二個時間點 跟第三個時間點的Data 這樣可以了吧 這樣可以了解嗎 知道我來做什麼嗎 我不斷的把檔案讀進來 先去除重複 然後再把它變成Simple版本的 變成變相值有 Pn2.5跟這個學校 接著再把它Merge 然後不斷的Merge 它的這個 Pn2.5的值就越來越多 這樣可以吧 好 如果你懂這件事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第四個檔案 也把它讀進來 第四個檔案在這裡 這是最後一個時間點的檔案 好 最後一個時間點的檔案 你讀進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所有的 過程 好不好 好注意喔 這邊有路徑的問題喔 所以我們需要把這個 Lesson2把它改過來 好Lesson2 然後這裡 File Encoding 同樣這裡 下一行也是 這邊有Lesson2 這邊有File Encoding 這邊是在讀第一個檔案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從這邊開始 大家注意一下喔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如果我們 現在當然只有四個檔案 對不對 可是將來假設我們有100個檔案 我們絕對不可能一行行打嘛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的目標 應該是寫一個回圈 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這樣知道吧 好來注意看一下 我們現在 從頭執行到尾 從頭執行到尾 我們會做出什麼事情喔 首先 我們先執行這些 我們是不是產生了Data1.simple Data1.simple Data1.simple現在長成什麼樣子咧 有PM2.5 有school 這樣可以吧 這是第一個時間點的 接下來我們在執行這件事之後 我們是不是產生了 Data2.simple Data2.simple 是不是第二個時間點的小學 跟PM2.5的濃度 接著我可以用Merge這個函數 把Data1.simple 和Data2.simple 把它合併成 Simple.MergeData 現在它是不是 第一個時間點 第二個時間點就有了 好接著 這邊從這裡開始 我們就可以用回圈啊 我們再讀進一個新的檔案 注意這個i這裡改的是什麼 改的是檔名 怎麼樣去改檔名咧 paste這個函數 可以幫助我們 把不同的這個文字把它貼在一起 我這邊示範一下 paste 舉例來說 abc 然後豆點 1 豆點 fdf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不是把它貼起來了 paste這個函數 可以把文字貼起來 那我們的檔名是不是文字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文字貼起來 注意的是 中間 它貼起來的過程中 中間會留空白 我們想要把空白消掉 我們需要給它一個參數 叫sep 等於 好這樣子它就會連續的貼起來了 所以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paste這個函數 把檔名給寫出來 i等於3的時候 這一串 paste這一串 其實就是我們要的檔名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 i等於4呢 這個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檔名 所以我們的檔名 是不是就可以隨著我們回圈更改了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 所以說 這樣子 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就可以產生一個data simple 注意喔 注意一下 這裡 跟這裡 所有的語法 是完全一樣的 一個字都沒改 只有i改了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因為我們剛剛產生了simple merge data之後 我們可以simple merge data 跟data simple 合併之後 再把原來的data simple merge data 給覆蓋掉 這樣現在剛剛在這裡的時候 simple merge data 是不是只有兩個時間點的資料 只有兩個時間點的資料 這樣可以吧 當我在執行完這裡 之後 現在simple merge data 是不是就有三個時間點的資料 這樣可以接受齁 我在執行第四個 把第四個檔案讀進來 再做一次 是不是 哇 怎麼會不行 喔 我問你這個不重要 是不是 我現在就有第四個時間點的資料了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 我透過這個方式 我是不是可以 不斷的 讀取檔案 然後做 去重複 簡化 合併 然後這樣的工作 每個檔案讀進來都去重複 簡化合併 去重複 簡化合併 這樣如果我有100個檔案 我是不是 只要寫一個回圈 就可以把它通通做完了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現在練習題的目標 就是 請你好好的 思考一下 我的這個檔案 我的這一串語法 到底在做什麼 請你把它改成回圈版本 這一題很簡單喔 這一題很簡單 基本上 你就是 呃 你就是只要這個 就是 你只要熟悉回圈 這一題是非常easy的 你只要把 這裡放進回圈 i從3開始做 然後做到 就要說是 這樣子 就這樣子喔 這一題是非常簡單的 這一題做完回圈版本之後 還有一個是 我想要把 simple merge data給寫出去 寫出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的這個欄位 這個名字顯然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想要 把它的 colornance做一些改變 改變成 pm 2.5-1 pm 2.5-2 pm 2.5-3 之類的 並且 我想要把它寫出這個檔案 寫出的時候 我想要 我把它寫出 我現在把它寫出的時候 呃 我把它寫出到這個 test.csv 然後 file encoding 等於 cp950 我這樣寫出之後 是不是 多產生了一個 test.csv這個檔案 好 這個檔案 我把它 看一下這個檔案長什麼樣子 欸 這個 我要用那個 Excel開 它是不是 同樣如果有ronance 請幫我把它刪掉 刪掉了以後 然後注意一下 這邊現在是不是有NA 這個NA很討厭啦 我難道不能夠留白嗎 可以對不對 這樣我看起來比較乾淨 所以說請你 再找一下 看看用什麼參數 可以把這個解決掉 好不好 重點就是 我們今天的課程就上到這裡 那基本上你只要做完了 你有沒有做完都無所謂啦 只要做完了就可以 就可以走了 我們大概在五分鐘之後公佈答案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寫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 資料獨入寫出 資料清理 合併 然後用help查詢參數 好 那我們就先給大家練習一下 我們等一下公佈答案 好 來我們來公佈一下答案 這一題 這一題齁 要求齁 你們可能被剛剛有點嚇到了 就是要求其實沒有那麼難 你們注意一下 重複的部分就是這裡嘛 所以能夠改成回圈的也就只有這裡 所以我要把它改成 我其實做的法非常簡單 4 i in 3-4 然後我把這裡貼上來 好 就這樣子而已 一點都不難 好不好 一點都不難 難在 重點 你可能會覺得我這樣第一個跟第二個沒有放進回圈啊 你如果要放的話難度就會再更高一點啦 所以說我們就這樣子就可以了 重點是我用這樣的寫法的話 以後我不管是有四個檔案還是有四十個檔案 我就只是變成把這個四感四十這不就解決了嗎 對不對 這會極大增加我們工作效率喔 好不好 就是基本上 你們以後如果有人是做行政的啦 現在叫你有四十個檔案 要叫你合併 用Vlookup你也會做很久喔 你會做很辛苦喔 好不好 你會寫程式 這一秒就做完了 做四十個檔案跟四十個檔案意思差不多 好不好 好然後 這樣改完之後 我們現在把它清空 再做一次 你就 你就看到 data simple merge data 這個就對了 那接著下一步是我們要改colonance 對不對 colonance怎麼改咧 colonance 第一個我們不用改嘛 第一個不用改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複數 複數是什麼 我不要什麼對不對 我不要第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colonance-1之後 是不是這些就是我要改掉的 總共有四個對不對 我要怎麼改咧 來 等於 C pm 2.5 之1好了 之1 pm2.5之2 pm2.5之3 好 這樣子做完之後 你再看一次 這個 simple merge data 它上面是不是就被改掉了 不過這個做法有點愚蠢啦 我來跟大家講一些進階一點的做法 我們再做一次 現在我們的 simple merge data 的上面 還是錯的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改掉 我們可以利用剛剛學到的pest這個函數 pest pest 2.5 之 然後 1到4 然後sep 等於 好 這樣你就會產生 跟剛剛一模一樣 就是1到4了 這樣子我們就有彈性啊 我們這個4也可以改成40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這邊如果改成40的時候 他就會給我們40個 對吧 所以你可以把 這裡改成他 這樣子我們就把檔名改 我們就把那個colonet改掉了 把colonet改掉了以後 現在就是要寫出嘛 對不對 寫出檔案 我們就是用write.csv write.csv 我們來寫一下 write.csv simple merge data 那個 file name 我們就是test 呃 tt好了 點csv 好然後 na 我們想要 我們想要給他 標就是標任何符號 然後這個 qote 等於force quart等於force rollnets 等於force 好這樣子我再寫出 請你看一下tt這個檔案 我現在把它匯出喔 好tt這個檔案 開啟檔案 用excel開啟 喔我忘了把那個file encoding改掉 好再一次 export 好看到了嗎 這就是我們的想要的檔案 這樣可以吧 所以就是透過寫程式的方式 你可以很快的把做檔案整理 好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啦 有沒有人有問題 好啦那應該就是沒有啦 好啦這個下一節課